台北县拥有全台最长的河滨公园 一直以来台北县政府改善河川污染 整治河滨公园并积极推动城市绿化 台北县的河滨新风貌已蜕变成花鸟的家 在2010川流大台北绿色生活艺术节系列活动 民众透过河滨公园陆续登场的活动 就可深刻感受到绿色新生活并清静大自然 我们在所有的河岸都打造了许多的公园 因为河水变干净之后 所有鱼也回来 鸟也回来了 结合上我们做的湿地 那么就是最主要做运动休闲的一种户外的一种公园 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大自然来 欣赏这种美丽的自然的环境 对自己身体健康 心情 幸福都会很有帮助 原市洪水宣泄区的二重疏洪道 经过多年整治 并以清水 生态为主题重新塑造 以转型为防洪 休闲 景观兼具的绿色修际公园 除保留原本疏洪的功能 也结合园区自然及人文资源 而成为最邻近台北都会区的自然生态景观 这里就是二重疏洪道 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湿地的公园 那么第一期的工程24公顷 就做成一个幸福水洋公园 为了营造整体的健康休闲生活 公园里也规划环状自行车道 民众只要沿着车道骑乘 就可以到北县的各个主题公园 欣赏河滨公园的多样风貌 体验不同的特色 并享受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梦想 这个水洋公园可以形成424公顷 未来最大的世界湿地公园里面 其中最重要的最开始的第一块 每一个公园都会有它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可以适合不同的人来 像这个公园就是情侣或者老幼 全家都可以来这边玩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到户外 可以玩到健康 台北县自然干净美丽的环境 就是我们希望打造给大家最幸福的 希望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 这个以幸福为主题的水洋公园 拥有24公顷的美丽花海与绿地 幸福浪漫的园区 与各式浪漫意向造景 是新人们拍婚纱的新景点 开园当天 幸福也特别以珍爱恋人 幸福久久为活动主题 邀请99对情侣 共同见证园区开幕 也为信列活动揭开序幕 幸福佼佼 我参加今天这个活动 是从网络上得知的 那这边呢 有非常漂亮的花海 还有一些非常适合拍照的风景 那我觉得它叫做幸福水洋公园 我希望在这里得到幸福 从这个活动当中 也有赠送30串的照片 那我希望可以跟我的男朋友 留下快乐的回忆 除了体验河滨之美 全长1100尺 由亚洲最长携张桥支撑的 新北大桥 是连接两岸的重要桥梁 落成后将连接三重市 新庄市与重岁大桥连通后 也将大大缩短通车时间 耀眼的新北大桥光雕之美 将成为台北县 升格成新北市后的最大地标 后面有全台湾最大的一张写张桥 叫新北桥 夜间的光雕也会做起来 结合这里面的公园 所有都是非常浪漫 有花海 有自然的水景 有一些游玩的地方 有些情人可以留下来 他们所有游玩可以纪念的这些景点 为了让些民都能参与活动 并响应节能减叹观念 活动期间 每周六日下午 都有绿地亲子互动体验 浪漫音乐会等艺文活动 即新北大桥夜间光雕与带着梁柱情仪 中城巨属的烟火秀 活动期间也有接驳专车 往返三重市 民众都可方便搭乘 这边以前是一个就是骑小号车的地方 那现在有很多漂亮的花海 还有很多漂亮的景点可以供 全家人来这边玩 然后拍照 那我也觉得可以让我们更清净大自然 一个进步的城市 一定要干净美丽 近年来 台北县已渐渐蜕变成美丽蝴蝶的家 民众不妨趁机充实体验 根据各区河滨公园特色 串联起河川 并规划川流大台北五大系列活动 活动在县内各个河滨公园陆续登场 民众可千万别错过咯